本缸确诊多11宗新冠肺炎 累计病例达到1000宗 卫生防护中心就说 新增个案虽然有下降 但市民不应该松懈 新增患者年龄介乎19至59岁 其中10人有外游记录 一半人去过英国 其余分别到过美国和日本 一个到过美国的患者 也都去过古巴和秘老 一宗没有外游的个案 29岁女患者曾经到过酒吧 她男朋友之前已经确诊 再有27人康复出院 累计有335个患者已经康复 另外当局安排符合条件的隔离人士 留在检疫中心10日之后 可以回去家里完成 如下4日的检疫 已经有37人离开检疫中心 他们属于密切接触者 会向他们进行医学监察28日 我们香港一直都采取14天的 就没有改造的 所以才会说 其实10天可能大部分的个案 已经会出现 之后4天可能剩下的那些 有些个别的个案 可能14天以后都有 可能100个 可能有一个都是这样的 但都是平衡了 究竟你做得多少 还有对于整个社会的冲击 确诊的个案持续回落 是否代表疫情已经受控呢 卫生防护中心说复活节假期 不少市民未有遵从政府的呼吁留在家里 仍然不可以调以轻心 而在治疗方面 医管局被30个病人试用瑞德西韦 有个位数字的病人已经出院 由于人数少 未能反映弱的效力 医管局又形容抗疫是持久战 会研究在可行的情况之下 重开部分的非紧急服务 无线电视记者郭永恩报道